大家好 歡迎來到寶日黨第144集 我是白兵 大家好 我是寶哥 今天我們 又有局廳 又有片局 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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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 很多個局 如果大家之前有看Benz Sir 之前在Benz Sir的節目有提過這個人 我也記得 因為這個人就是小弟的中學師 我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即是中文全名我知道 即是有什麼不同的方法 都不容易 隔壁班都說可以說得出 但這些不同方法 你都知道他是出位 然後再看看他的樣子 一定不是關高大英俊運動超強 不是校隊那些 不是男神向 一定是頭向 他以前中學怎麼不說 說一下為何這段影片終於要找他做主角 因為話說那當然要錄音 其實就去做 想想說什麼 因為要做資料搜集 然後看到有一個項項 那個項項是一個廣告公司 然後就說 有一個人抄了他的東西 即是在影片中說 廣告公司A 廣告公司A 就說現在封面人物的廣告裏面 就說工作是他做的 但其實明明是廣告公司A自己做的 為什麼我什麼時候給了工作人員 我自己都不知道 這樣 然後就開始去找 跟這個人對責 那個工作並不是我們的 你為什麼說那個工作是你的 然後用來宣傳 然後很快 他就出了一個 類似說要出律師信告他那些 即是你同學 然後就回應 然後就說其實都是溝通錯誤 不小心 就叫梳狗尼 即是類似這樣 那就完了 是 然後我心想這個 因為那個時候 也有聽班斯sir 那一集我又錄的 然後又說到這個人 所以就有些印象 好像 就是他 好像很熟悉 因為其實這個人的廣告 我本身看過 因為他在我的Facebook 也有很多 我的Facebook或者Youtube 我都好像有見過 所以其實是不純粹的 與其你都會寫的 不如繼續看下去 與其你都要什麼看下去 不如就聽完 然後他就說他有一個 即是他家銷售公司 即是他家銷售公司 也挺有趣的 即是怎樣幫人回客 怎樣怎樣 他目標的那些 都是保險人員 都是說 為何你做不到MDRT 你做MDRT要怎樣 你那家公司沒有客 怎麼辦 他那家公司的名字挺好的 叫Lazy Marketing 接著在那些人的留言說 真的很Lazy 即是任何工作都沒有做過 就喊我 這個真是 都夠Lazy的 我開始去研究一下 這個人 其實他最近 其實他在做一個叫做 指向型Marketing 你聽就不知是什麼 什麼指向型 全港獨有 這些一聽 如果你只聽我的名字 都感覺不到有奇怪的 洗洗臉 準備交稅了 要不就要交智商稅 即是你的人生歷練 是軟味都可以賺到錢的 是的 或者你打工 因為我看到 其實他一開始 我一開始有留意他的廣告 他一開始是教你做保險 因為坊間也有很多 出名一點 之前林作也有教 很多做保險的 都出來說 我現在教你怎麼做MDRT TOT 為什麼不用見客 不用找客 不用開網絡 都可以簽到大單 是 很多這些 可能他是走這個保險 保險老闆路線 後來他轉了 他就直接全爆現 即是說我現在這個方法 所有行業 所有人都適用 大致理加成 即是小至街邊小販都好 只要用自動吸引系統 客人就會衝過來 就是要輪到你 就要輪到你鞋底 然後要給自己錢 求求我 你給我錢 其實我要點評他幾件事 第一 他的片段我能拍得可以的 就是宣傳片來講 沒有啊 第一秒鐘應該覺得很好 應該是 如果我做保險 我不會光顧 當然 但我看到他的目標客群是由保險公司轉去更多 因為可能是保險公司要給的 坦白說有8.2定律 可能有八成到九成的保險的重業員都不是賺很多錢 只有一成可以的 所以其實消費 給到錢的其實不是太多 所以他就轉了投資金 轉到中小企的老闆 今早就潛入一個叫虎主群的地方 看看別人的說話 看看那張單子開了幾大張 也想知道 二十多萬 十幾二十萬 我給了二十八萬 買了一個帳戶 三個月 一刻都沒有 我屌你老尾 當然他可以只給了兩萬吧 然後說他比了很多 網上膽一尺都可以 都檢查不到的 二百八十萬都可以 但是又有些有趣的東西 後來看就看花邊的東西 話說這位寧同學 現在他很懂得一些 我覺得很典型香港的一個 騙子或小滑頭做的東西 他很知道怎樣建立的信心 但是後面的東西他沒有做到 他把全部的力氣拿來做包裝 因為現在他在新城電台是有節目開放的 我剛才看到他跟范振鋒一起做節目 然後剛才我看了一些資料 早前有一集 邀請一個AR全港大聯盟的主席上來做訪問 然後樓下就有一個留言說 這個Alex不是他公司的員工 明明是他銷售我買那張單 那些擺門 砌雞排那些 完全是很典型香港 這裏講多一點 如果大家去看看他那個 幫他帶到流量 也不要緊 這裏都講講 其實很多中小企有很多獎項 最優質的獎項 好像我剛剛一邊做資料 他拿一個什麼什麼傑青的 不是真傑青來的 也不止 但其實這裏順便講講 其實香港也是一個很大的行業 就是賣獎的行業 那這些賣獎的行業是做什麼呢 其實以前小弟有營運餐廳的時候都收不少 收了一個電郵說 你這家餐廳真的很好吃 現在你這家餐廳已經被我們選了 就是全香港最好吃的十間餐廳之一 原來是想收你錢 那有個獎項是給你的 那你怎樣想要拿這個獎項呢 你只要贊助我們這個 Campaign 48,800就會有這個獎項 這是一個混吉手陀地式的 文明版的李盆吉給你 文明版的李盆吉給你一個獎項 文明版的 但同時間 當然他又不會寫出你 但其實很多星斗市民是不知道這些玩法的 然後貼了出來之後就會覺得 這家餐廳好像很厲害 有個獎項 其實我再說多一點 其實很多外國公司 香港公司都有做這些 那他怎樣玩法呢 假設他有十個獎項 他有一個獎項是真的頒出來的 或者一兩個獎項是頒給一些 就是免費的 是給一些大的品牌 是給一些大的品牌 然後剩下八個獎是用來做什麼的呢 剩下八個獎是用來賣的 所以你就這樣拿獎的公司 不要緊 譬如你剛剛有個獎項 真的免費就可以拿 都可以投資一下社交媒體 剩下的那些 剩下的那些唯有可以韜光 就是這樣做 包括其實有些 什麼什麼傑青 不是指有很多不同的傑青 其實你說什麼結束商人 什麼結束什麼什麼 結束華人系列 總之有很多結束什麼什麼 那你會發現其實都是這樣的 十個人裏面有一兩個人是認識的 剩下的那些你聽都沒有聽過的 因為那些都是要給錢買回來的 這就是個人的packaging 個人的marketing 這位阿玲先生 就是很善於 似乎都很精於玩這個遊戲 他的那個公司裏面 都有這些獎項 或者甚至乎 其實他 因為既然他都可以 就這樣去拿別人的 計畫自己 都不知道這件事 應該都是自己 做一張照片 就說是的 那就最省錢 省力了 沒錯 那我一直潛入 那個副主群 我收集長情感 究竟怎樣欺騙呢 因為在我角度 有這樣看的 就是說 欺騙這個位 其實是 可能他犯商品說明條例 但未必是在那裡騙的 因為大家對於 騙的定義 始終有點不同 就是騙的 其實譬如我 你答應給這件事 最後你 是沒有給到 那我會覺得是一個騙的 如果不然就最多都是 對於不對版 但是應該都不對版得很厲害 就是你給幾十萬 然後轉個頭 是一張單都沒有回來的 那我未詳細滲入去 知道什麼 但我這裡跟大家解構一下 其實他在玩什麼 就是他在玩什麼遊戲 講了很多次 其實講騙局來講 其實離不開 都是搭雞排和Build Trust 就是信任道 一直都是講信任道 首先大家如果未認識他 你會看到他在公司觀望 你會看到他有獎 好像很厲害 這也是一樣的 即是等於 譬如那些刷 這不是說他騙人 我是說Build Trust 那部分 是 由修律師訊 如果不是 Biild Trust Biild Trust 拿了兩個建力事實紀錄 其實都跟他本人是無關的 但是他Build Trust 然後就是 同時間 他偷了很多不同的公司的 他會說是自己 因為本來他的想法 應該是 你有獎人去 事實檢查我 是不是看到 隨便 隨便在不同地方 吸收影片 這些是我的客人 大眾都是很正常的 例如你看到 在薯水道 我那個客人 周新生 好像這些都是大品牌 這家公司都沒有死人 然後他再 下一個位置 他一邊是Build Trust 另外做自己的報告 包括說 我現在是電台DJ 我也是結出橫系列 你去Build Trust 令到你一路信 下一步他做些什麼 他就去銷售你的痛點 就是他銷售一個自動吸壓系統 這裏其實說的是自動吸壓系統 這裏基本上 全香港 不敢說全世界 全香港大同小異 你會看到 如果你本身做保險 你就會看到很多這些廣告 你沒有客人 沒有人物 不要緊 你跟我的方法做 就做MDRT 或者你不會說話 你啞的 都可以做MDRT 只要你跟我的方法 你沒有國內市場 不要緊 跟我這套方法 又可以令你開到國內市場 然後做生意一樣 你有很好的產品 但你沒有Lead 那就不要緊 你跟我這個方法 就可以發達 就可以有很多客人 其實他在賣什麼 他也是在賣你的痛點 就是你覺得做生意最大的問題 就是你吸不到客人 他現在跟你說 你只要用他的那套東西 永遠一套永日地 把你的困難點搞定 就是要賣什麼 就是賣不奴而獲 有奴的奴奴在哪裡 奴奴就是你給的那些錢 那就給了 所以整件事 邏輯是這樣 所以大家看到 譬如你賣保險 教你做網電商 基本上邏輯一樣 首先他會給你一些小甜頭 譬如你下很多廣告 然後你就下載他本電子ebook 那本ebook都是用出GPT寫的 現在基本上 現在連寫都限制 出GPT寫 然後拿到你的聯絡 再一路配合你 Email Marketing Final Marketing 等等 最後約你上來去簽單 不是說這個做生意的模式有問題 他有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說的他做不到 假設如果你說話之後 真的可以吸到那麼多客人 沒有人說你 沒有人吵咬你 對嗎 立即衝出來擁護著他 全靠零生救了那盤生意 一定有些人 另外也有說到 他的Facebook的貼文 有很多留言 其實都應該用來打手 自己也做打手服務 這個都應該跟遍界的大前輩 火療心學 火療心就最多了 自己出煲自己回覆 自己再開分身 這些都是強項來的 所以他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講出來做不到 如果說出來做到的 其實他就已經是人人擁護了 即是立即會 有一堆人會衝出來 吊咬回那個公司 你知不知道零生救了我全家 就是這樣 所以整件事 銷售的流程 很簡單 如果一講騙局來來去 都是講這些 騙你的信任 建立信任 然後就銷售你不樂而活 銷售你貪心 銷售你做生意 不用下手下腳做 不用做功課等等 都是做這件事 所以太陽之下就無紳士 所以很短 我們在極速的時間 去遮蓋我這件事 但我覺得是有趣味的 因為還有的 我還在這裏看 然後有一個 不知是說屋子的裝潢 然後訪問他的屋子 即是說買了新屋 等等 這些東西用來提起 所以大家真的要好好去 認識一下 其實什麼人是真材實料 什麼人其實也是在這裏搭雞棚 香港最多雞棚 所以人才沒有流失到 我們 仍然有這麼多 OK 這裡說少少呼籲 其實就是 我想他大部份是他吸不到的客人 即是他真的是自動吸收系統 吸收的客人都是中小企老闆為主 其實中小企老闆 其實真的不可以 我想你去學這些 E-Marketing的東西 或者是Digital Marketing Fundal Marketing 這些東西 其實有很多資源可以學習的 譬如我們之前都邀請過一些正派 正氣的東西 譬如Ivan 你一看的樣子 你都覺得正氣 有這麼多內容 你學到你不學為止 即是有一些人 是真的在做實事 去做的事情 所以你喜歡的老闆 這些沒得限 你不可以說自己不懂 整群人很喜歡哲敬 很喜歡魔術 一下子叮一聲就可以了 對 我覺得大家很想誤 所以大家要修煉自己 如果還可以這些 當然除了智力 社會經驗出了問題之外 其實有另一件事 就是他們都很著急 但他們很絕望 但他們在絕望的情況下 都是想這麼多錢出來 也是很厲害的 我最後一下子 我給牌子 靈沙波救我 你真的很著急 就是這樣 可能他已經做了半年 一個客人都沒有 這一刻跟我說 我自己移動吸客系統 我自己也不吸客 只是買個吸客系統給你 因為我也要找夠 你自己想 做人做狗 所以自學 自己實踐 Digital Marketing 便宜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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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如果你本身沒有底氣 基本的事情 你自己也不懂 你跟莊香沒有分別 你便就這樣進貢 你連懷疑他的能力也沒有 你未必要認識到那件事 是專家級 但基本的邏輯 怎樣去做 他那件事其實有沒有破綻位 你要找到才行 所以如果本身你自己完全沒有 那就交稅了 不是檢討受害人 但是這個同時間的 我們都144集了 這些都說了很久 不過我仍然相信 我仍然會繼續有無數的人 當然會中計 是的 還有 都是那句 這些Marketing 你一看那條影片 如果你覺得這個人是有料的話 要反正的 真心的 真心的 為什麼你會因為一個廣告而相信 例如我當大家 可能由主頻道開始看我 是 起碼看到我有十條片 八條片 講一些正路 哎 聽一下這個人說什麼 都很正氣 對 講了一年幾兩年 那些片段仍然是這樣 OK 你都需要一點時間 即使我都 放了這些廣告說 你有一個自動吸壓系統 那他是成功的 因為你埋了他 他就是自動吸壓系統 他就是放了這個廣告 吸了你埋了他 這個是 我怎麼說 另外一件事就是 這裡可以多分享 我跟中學 我跟他沒有交接 沒有交接 但他也出名 朋友 都不是的 他應該不知道是誰 中學的時候 有一個 這些關於怡傭的事情 都可以跟大家說 其實我不明白 例如世襲那些 有這麼多人看 我已經覺得怡傭是不重要的 我本身覺得是重要 你認知是錯誤 原來我認知錯誤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 不知道有一類人是這樣的 很喜歡說說話 兩邊的嘴巴都是含著 口水直在嘴角那些 即是不抹嘴 不是 有些人說說 就是兩邊的嘴角會有口水 有抱有口水 我常常覺得 你可不可以不要呢 可不可以舔掉它 不要在嘴角上醃一醃一醃一醃 這個是 我在這段影片中 仍然看到他有這個問題 口水的問題 對 嘴角可不可以先擦掉你的口水 你都拍片可以NG 你可不可以看一看他 這是第一件事 這是第一件事 然後另外一件事 就是 我覺得大家 都是那一句 騙局就不是中的等於蠢 但是中完之後 就要反省為何要中的 有沒有東西可以拿走 你28萬都要上課堂的 你不可以再犯同的 那你就慘了 那你就要想一下 他當初說了些什麼 說了你 因為我都會 作為做銷售出身 我很喜歡 我很喜歡 如果那個人是銷售我的話 或者他有個PowerPoint 給我表演的 我就很想知道 你在PowerPoint上 用了什麼心機 你的PowerPoint 什麼位置是銷售我的 什麼位置各樣那樣 或者你的言談之間 因為你做過銷售 你就知道一定會落藥 在對話中間 哪些位置用來T up 哪些位置用來Closing 哪些位置用來加重你 對 這些位置用來加重你 還有你會看到對面 在說完某些話之後 他會專門留意你有什麼表情 看看你先 看看這個東西 你有沒有感覺 譬如說 那單位是望海的 然後女兒又反應 原來他要望海的 你會進入他中路了 葉師傅 類似這些 所以這些 我會覺得是 大家可以留意多些 可能大家未做過銷售 但我覺得這些可以留意一下 所以你看到這些人的影片 你試試抽離一點點看 他哪些人都想銷售我 什麼自動吸引系統 原來他叫Lazy Marketing 打爛人的 你想爛 你就幫忙 然後你就知道 我又真的爛了 那你就知道 你又要反省 爲什麽Planet Sale懶 然後你進去 當然 這個世界很多的發明 其實都是因為懶的 譬如iPhone 譬如電腦 很多IT人 這些是因為你懶 所以你有個想懶的動力 你就去做一個產品出來 令自己可以懶 大家現在就不用去圖書館 就可以去Google 省多少時間 這個也是的 但我覺得 在認識不同事情 或者你想付錢之前 我覺得要有基本認識 或者盡量的風險降低 是不是不要那麼大 是啊 你一砲就給幾十萬 我用一個銷售角度 都值得敬佩 真的 是啊 所以 這個 我也很想研究一下 他究竟 因為我有看那些廣告 我好像也有兩條 是看完的 有一條我也很深刻的 是什麼 就是 就是 類似一開始都是 反正你都要看的 不如看完 看完 然後下面 我是什麼保險的MDRT 多謝什麼什麼 就令到我現在是MDRT 我也是什麼保險的什麼什麼 多謝他 就令到大約多少個下線給我 認真多人 拍這些十秒的片 然後那條片剪輯出來 就多謝他 多謝寧先生 是啊 令到我們可以做MDRT 我們團隊可以去到100人 這樣 全卡只有你 我就不覺得 吸引力是哪 即使我回想我做保險的時候 或者我無論要製造商店 或什麼都好 我看到這條片 我真的會心慾嗎 是真的不會的 然後我就嘗試去代入 究竟會給錢的人 是什麼事 然後呢 我猜 我猜中的那些人 尤其是拿到這些銀牌出來的人 不會特別年輕的 你要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 二十多萬元出來的人 都沒有啦 不如他切掉 就給你一個好 不如我給他慎你 交換 你給我給我慎你 可能他都覺得值得 我覺得去到40歲 40多歲 他脫了電腦的世代 他知道報紙廣告沒有用 然後他看到一些年輕人 知道一些年輕人在想什麼 那我就要下線 四十多歐 下線的移民的移民 生仔是生仔 都沒有了 我都要找下線 給那些年輕人指示他 可能我代入就是會在這些年齡層 就會中這些 所以到最終的苦主群在哪裏 在Facebook 如果苦主群是TG 你就知道他中了你年輕一點 Bitcoin、Crypto是TG 你就知道二十多歲的人在那裏 Facebook苦主群已經超過四十 這個好像我們現在看完Mindhunter 好像代入了 我們要找一個疑犯 一定要他 找一個目標頂在哪裏 就是殺人犯一定是黑人 還有是二十頭至三十頭 我們要 narrow了他在哪裏 現在我們就 narrow了那些苦主 那些苦主就超過四十多歲 不然你會拿二十多萬出來被人欺負 就是這樣 所以這些朋友 反而都是我們的受眾年齡層 所以大家要小心 我會覺得你要有基本的理解 還有要多些去了解現實的情況去到哪裏 有些人真的會賺 但我不會 因為我不熟悉 你也要起碼 假圖也好 真圖也好 你也要炒一下 你知道我的操作是這樣的 我要上什麼網炒的 NFT是怎樣的 我原來是可以設定的 有很多東西要管的 你大約知道這些 你知道 你才能再想 對 就是這樣 每天都等到一百四十四集了 對 都老了 都被我們了 就是了 二十多萬 我們在幫你自動抽客 我幫你欺負他 他說一個客人都回不了 我不相信我們這裡一個客人都回不了 我就看你什麼職業 看你什麼生意 我不想一個客人都回不了 所以大家在這裏下廣告 目標觀眾都在這裏 沒錯 在我們下廣告 不包回本 沒有保證 我保證你一定有一個客人 就是我 我幫你了 就是這樣 只要你投資我今晚 比你賣的產品大 我保證你一定有一個客人 可能有兩個客人 就是這樣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下一條影片見 爽快 就這樣多 拜拜